最近,王菲和张伯芝之间的矛盾成为了娱乐圈里的热门事件,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讨论。 这件事情让我们更深入地了解了娱乐圈内部的关系。 王菲和张伯芝曾是好朋友,但最近几年关系出现了裂痕。 据报道,张伯芝曾在公开场合批评王菲的音乐和形象,这让王菲非常不满。 此外,张伯芝还曾在私人场合说过一些不利于王菲的话,这进一步恶化了两人的关系。 在这个背景下,王菲终于开始反击了。 她在一次采访中被问及如何看待张伯芝的批评时,表示自己并不在意因为她知道自己的音乐和形象是好的。 她还表示张伯芝在私人场合说的一些话并不真实,她也不会放在心上。 对于这个事件,我认为王菲的做法非常成熟和大气。 她没有因为张伯芝的批评而过度反应,也没有在公开场合攻击对方。 相反,她用自己的行动证明了自己的实力和价值,也让张伯芝的批评显得毫无意义。 这种做法不仅体现了王菲的高情商和高智商,也展现了她在娱乐圈的地位和影响力。 同时,这个事件也让我们看到了娱乐圈内部的复杂和竞争。 虽然我们不能否认张伯芝也有她的优点和长处,但她的行为显然是不成熟和不负责任的。 她用自己的言行攻击别人,这种做法只会让自己失去更多的尊重和信任。 总之,我们应该以理性和成熟的态度去看待这个事件。 我们应该尊重每个人的个性和观点,但也要有自己的原则和底线,只有通过自己的努力和实际行动来证明自己的价值和实力,才能在娱乐圈里获得更多的尊重和信任。 同时,我们希望娱乐圈里的每个人都能够以一种友好和合作的态度去面对竞争和挑战,为我们带来更多优秀的作品和表演。